我問你啊 媽 什麼時候跟王子群走得那麼近呢 我在問你話呢 到底什麼時候啊 他神不知鬼不覺就登堂入室去了 還親熱的陪你看著錄影帶呢 你們這樣偷偷摸摸見面有多久了 媽 什麼偷偷摸摸的 你在講什麼那麼難聽啊 你這還不叫偷偷摸摸呀 連我都不知道呢 我可警告你啊 這王子群壞得很啊 他不是好東西呀 媽 以前剛開始 全家就數你最喜歡他 我警告你都不聽 後來呢 又哭哭啼啼的說他是個壞東西 又要錢又要權 再後來呢 你跟這個壞東西走得比誰都近 又是吃飯又是打牌 兩人玩得可開心呢 現在 現在要跑來警告我 媽 他到底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呀 那這不是個東西呀 這是小丑 別以為我真的跟他近視前嫌呢 我呸 我一看到他 我就想到我只好是跟菜市的股份呢 媽 那我利用他可不可以呀 小丑嗎 不過就是在馬戲團裡 串哪兒串哪兒串去 工人兜人開心姐妹兒的嗎 說真的 我每次一看到他在我跟前 像是哈巴狗似的逗我開心啊 我就得意呀 因為他是宋年秋的兒子 這輝你懂了吧 我是在利用他 懂啊 我也是在利用她 还证实问她 对啊 我利用她让陈中威吃醋 我利用她让陈中威重视我母子的存在 我利用她让陈中威以后主动早点回家 否则可不知道又有哪个男人的脏手 放在她老婆的腰上呢 真好啊 今天如果不是子泉在 就算中威提早回来了 我们两个可能不是又吵架 就是冷眼相待 谁也不理谁 可是经过今天这么一闹 不好 我老公为了我跟别的男人打架 我喜欢 我喜欢这种感觉 以后不妨多多的利用 赵世芬啊 赵世芬啊 你这样不行的 小心你玩过头很危险的 这有什么不行啊 你不一样也在利用吗 反正小丑嘛 我不一样啊 我几岁名几岁啊 分寸尺度我都会拿捏的 眼睛一瞄我就知道她心里打什么注意 是吗 那你知道是赵世的股份 又怎么跑到她名下去的 你 你这孩子啊真是不知好歹啊 我是你妈 我难道会害你啊 我还不是怕你会吃亏吗 妈 我还能吃什么亏呢 都已经是孕妇了 肚子也这么大了 难道 难道还被她骗上床不沉啊 谁怕你这个啊 我是怕你被汪子权的虚情假意 给骗得晕途转向了 掏心掏肺去给人家了 我哪有那么笨啊 你看看是不是 说话都心虚了 这要在以前啊 你就 这要在以前 我一点都不稀罕 从小到大 围绕在我身边的温暖太多了 我从来不知道 被冷落是什么样的滋味 可是现在 我从来不知道 我的世界全变了 最疼我的爸爸 不理我 妈自己的烦恼是 也一大堆 我的先生 孩子的爸爸 对我也是不理不在 王子权的温暖 突然之间 也变得愤怀可贵起来 你看你啊 你看你啊 这才让我害怕呀 万一你一个把持不住啊 那又怎么样了 反正全周我也不在乎我 我 我把持不住 他最开心 对 然后人家好趁机把你摆脱了 你没抓到他跟汪子亮的把柄 反倒先让人家抓住你 跟汪子权的把柄了 以后人家又要离婚了 你怎么不离啊 你怎么不离啊 好了好了 你要学学我呀 你看我多聪明啊 照理说 你爸跟宋言秋仗不清不楚的 我大可以在外面交个男朋友回来 戚戚你吧 可我就不 我平平就要行得正做一个端 永远保留个抓尖的特权 我就要让他们平心吊胆的 睡不安稳 让他们永远名不正言不顺 我就不相信 两个没有名分的人在一起 怎么会快乐呢 所以你要像我呀 知道吗 整个其他拿着 哪一个which 这条你什么玩具 不然还没象叫 你可不 ft Hakk 不本事 那真不允许 那是什么 grill 看上去 听著你 你看 不是好吗 这才乖嘛 怕什么 我 我从来也没让人帮我剪过指甲 不习惯嘛 怎么会不怕 眼秋啊 其实你心里边明白 就是把你整个人 整个的后半辈子 都交给我 那都是最安全 最不需要害怕的吧 是啊 你是一个最值得信赖 值得托付一生的人 所以秀女幸运哪 她嫁给你了 好了 这个戳戳吧 非常重 你们先去的家庭 摩尔子 又来 你们们到家庭 还能吃咬的 油 还能估计 热 打开 来吧 来吧 赵静 你对我的一片心 我都知道 我都懂的 可是 秀女是你的妻子 她永远都是 而我们 我们就是好朋友 老朋友嘛 我又不愿意别人在背后 暧昧地议论你 还把我当成是你 连秋 你太在意人家眼里面怎么看 心里怎么想 怎么评断 是 其实这些都很可笑的 日子是咱们自己在过的 不是吗 连秋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要是我明天就死了呢 你 你的好朋友 老朋友 赵静 爱了你一辈子 明天就死了 不许许 不准说了 你会不会后悔 就在今天 我死的前一天 你还这么骄傲 跟我还这么的身份 让我带着遗憾走 你不会走的 你不会死的 我当然会 我老了 你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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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走的 你不会死的 因为 因为我不爱你 我不爱你呀 是吗 是啊 我爱谁 谁就会走 就会离开我 我永远留不住我爱的人 所以现在 现在 我决定不爱你 你就不会走 你就不会死了 不管是明天 后天 大后天 我只要一天不爱你 你就会长长久久地活下去 你不会走 你不会死的 你不会死的 原来你是决定 用不爱我来留住我 这倒挺特别的 所以 你说 我只要不悄 我做这事 我以后 他们不要无论 我说 你没人 你哪一路 我听有什么 我都不知道 公开 你自己看 我又不懂 我只負責看著你 如果 如果你都不在了 那我還看什麼呀 你會替我看著的 為何 老朋友不是嗎 只有朋友才可以啊 別人還不行 來 等着搞不搞水餃嗎 後天就要開幕了 還趕快來練練 是 想抬懶 dans 是 董事長 嘿 誒 你說我們這開幕儀式 要不要盛大隆重一點 請個人來檢塔好不好 行啊 記一張鐵OOK給蹦路吧 記得早點通知牠 世垣 你可以不答應 我說了 我是來拜託你們的 我只是希望 我媽您能開心一點 让他暂时以为,我们之间,还有可能。 我就是不要让他知道,我们签字。 好,我答应你。 最难得离婚我都答应你,还有什么事不能答应你? 你说,看明天要怎么做?要我去接你吗? 不用,不用麻烦,其实,我只想明天会有很多客人,像我爸的老朋友之类的。 我不希望让他们看到王浩凳的女儿大肚子,却没有,却没有亲亲陪在他身边。 老婆, 我不忍心 我不忍心 看到我妈 尴尬难堪地解释我的婚姻状况 亮亮 你的婚姻状况很好 最起码明天 大家会看到汪汉文 还有个不错的女婿 她很疼老婆 她很幸福 她很幸福 马上就要做妈妈了 谢谢当然 谢谢你, 士缘 谢谢 我们是夫妻嘛 一起出席, 这是天经地义的 明天以後的每一天, 我们不用演戏 我可以第一座驟回公司 我陪你過去 你願意出席 你永遠的父親 你也要生命 感谢观看